老板你好 这金枪鱼怎么卖的 25 25 给来一段 给来一段谢谢 我怎么看着有这个红的和这个白的呢 红的是老号 是深海的 红的是深海的 不红的是浅海的 浅海的 这烟有多少年了这个鱼 烟的 从老老爷 老婆刚就开始烟金枪鱼 你老老爷就开始烟了 这烟有多少年 悠久的历史 哇塞 这个烟美味就是金枪鱼的 烟已经烟了你老老爷爷那这个鱼有可能就是 秦始皇或者正和下夕阳时候就抓上来了 对 那差不多了 对对对 差不多差不多 自从有了大海就有金枪鱼 自从有了大海就有这条鱼 给切一段给切一段谢谢 那再切一半吧 切一半吧 吃不了太咸了 这回去怎么吃好啊 煎的是炖的是炸的是都可以 44啊 好嘞 我们回去煎一煎 我们把这个鱼加工一下啊 老板说这是正和下夕阳时候抓的 这个是关键 你看 这已经都像那个 裁掉的老木头一样了 怪不得他说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爷爷的爷爷就已经咽上了 我们今天只吃这么一块 我怕担心多了吃不完 这可是金枪鱼 这是哪个部位 这是大腹 我对醉的部位 对对对 你要不要来一块刺身试一下 算了 炒熟再吃吧 我觉得刺身应该也能好吃 要不先来一块刺身试一下 刺身可能咬不动 我来一块刺身 我刺身 刺身来一块试一下 咸鱼给炸一炸煎一煎 加上98烧的花生油 鱼直接下入锅中 不能着急 就是先给它这样煎一煎炸一炸 公益鱼传三代 人走鱼还在 说的就是这种 我闻到了咸味 咸味是吧 这叫咸香 咸香味 就是这种味道 在这个时候把油稍微往外倒一点 来 来上一点小鸡精赋予它一定的鲜味 来上一点小味精 来两者是给你加 好 我加上一点葱花 就是这样葱香味全部赋予鱼当中 这个才是关键 我要喝葱的蛋 来上一点小洋葱 然后双倍的葱香味彻底翻入鱼装 看这个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 来上一点点醋 给鱼的腥味稍微去一去 老板你做这种鱼多少年了 这个鱼做了六七年了 吃过都说好 放心吃就行了 再来上一点小香菜 你看 就这个小鱼你就说了 这脚感觉怎么样 看着不错 看着不错吧 这则诱人 出锅前来上一点小辣椒 这个是完全是反着操作 来出锅 就是让一份 辣炒金鱼 这小色泽怎么样 可以 完美是吧 就不用吃着看着就像好 你要不要尝一块 我可以尝 尝一块吧 尝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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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跑了 是我做的不好吗 这是金鱼里边最经典的 然后直接上头我告诉你 姜很香 就是这个盐度吧 直冲天亮盖 这就跟吃盐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它鱼肉很香 我刚才尝到了鱼的香味 它这个咸度吧 得通过断裂 你才能吃得这么咸 你是不是得配个煎饼 我觉得也有可能 这样吃就行 一律一律吃可以 这就下酒菜 这一盘菜能吃一个月 要找出来一直吃 一个月那就够 也不会坏 当地人很多买回家做的 有可能我不会做 也有可能 我不适应这种当地的一吃习惯 为金鲲鱼点赞 感谢奥 2 4 4 5 5 5 6